大家好 星期二日报 今天是2020年9月5日星期一 我说过同类型的新闻 怎料又糟糕 美国再有女童被遗留在车里面 热死 新习西州一个两岁的女童 日前被遗留在私家车里面 困在车厢达7个小时 当时室内的温度有32度 车内温度去到5至60度 女童被发现时已经身亡 其父母更在警察找上门时 才发觉女儿原来在车里面 当场崩溃她和她倒在地上 为何家长会这么离谱 其实没可能 是人 综合外媒报导 事发在8月30日下午2点 在美国新习西州一个两岁的女童 被邻居发现 运在私家车后座的儿童安全椅上 车厢的温度估计有5至60度 据报女童当时困在车里达7个小时 室内发现她是一个邻居 并且是消防员 立刻破枪救出女童 并进行心肺复甦急救法 但女童已经回天罚述 她父母直至警察登门调查时 才发现女童被冲车实 目击事件的邻居说 当父母知识女儿死亡的时候 当场情绪崩溃 父亲失控地尖叫 母亲痛哭倒在地上 最终因为情绪不稳 要送上高车治理 当时警方正调查事件的起因 目前还未知父母 为什么会把女儿困在车里面 其实我说过这些新闻很多件 为什么会这样 作为父母 你不是要看实个小孩吗 这些事我虽然这么大猛 但我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好了 大家一定要看住小孩 记得按like 点击广告建设性留言 社会媒体分享 就是我的频道与废参作 多谢支持 拜拜